不如我們叫人家A,不要經常在那裡講 有什麼可以問一下,然後看一看 又沒有什麼問的 即是OK了,明白了嗎? 我打算讓我休息一下,正經問 可能沒有什麼問的 我不講完,再講 如果你的故事大光好像 因為這個短片非常好 其實他當然是寫小說 其實你們的短片故事都可以這樣做 短片就當作寫小說 那個日本導演叫做岩井 岩井俊義 我也不記得 他以前也喜歡 不如寫一個劇那麼辛苦 寫小說而已,可以嗎? 其實是可以的 如果你願意問自己可以 或者你有興趣發展小說 因為小說我們一雞兩尾 為什麼我上次講的 那個學生 因為他被郭敬年簽了很多寫得的年輕寫手 當然,簽了不代表你成年 你要寫得好 但是同時間 如果你做編劇 又做小說 我都挺贊成 如果你走這條路 多於寫小說 你要成年 和編劇一樣 我覺得 怎樣都比做編劇更容易 因為小說 基本上你不需要理會別人 要什麼 你自己想要什麼 小說那個反而 就不需要那麼多市場上的責任 包括 當然 我意思是 你寫得好 就是發表你 這個不代表 為什麼大陸現在這麼多 就是這幾年這麼多 現在你知不知道小說版 賣到幾次 韓韓啊 那些有名的那些 就是 我最近拍的那個 蔡盾和白渣 我忘記了 他已經是很貴的 就是可以是這樣 就是變成 你如果公有一堆 基礎的觀眾 基本的觀眾 做讀者 接著你再賣給別人 現在賣給別人 不簡單 你自己拍文 自己寫完 現在的 讓你 由一個普通的經劇 去到做一個導演 幾位久 那個過程很久 當然寫小說 都是一樣的 都是寫得精彩 才有市場的 你寫不太好 這個都是 很明顯的 所以 一定是有它的分別 在這裏 所以 我都可以討論 其實 你對那個 影片兼劇本的討論 當然寫法 每個人的格式不一樣 我的格式 其實我自己看 當然 我盡量簡單 我又不需要動作 動作頭三角 我又不需要做這些 你們可以做的 我下次拿個格式回來看看 我覺得今天 回家的甜品聲 是不同的 所以 其實你們現在看的四稿 是我在現場拍了一天之後 回來再改的 本來是三稿 三稿 三稿 最大的改動 其實就是 那些人在等 排隊等 等 打小人 經正那天是這樣的 很可怕的 你看到我的電影 那場真的經正那天拍的 這樣呢 但是 當我那天去拍的時候 我發覺 那些人多到離譜的時候 我發覺不行 這樣等 因為演員期 還有那套拍戲 是很… 很騷擾的 太多人 所以那一晚我回去之後 我發覺這樣拍不行 我回去之後 全身寫過這一稿 其實 頭尾有點不同 頭尾就是 張庫美華的角色 就當他開車來 因為本來我沒有寫這些 本來就是寫 只寫 一來就開了 橋底 有些人在排隊等 逐個逐個等 逐個說 逐個逐個打 就是因為那天這樣的時候 我就反而 就強調了他那個 經律性 那個鬼味 因為 如果你只能打 當那個 大大的角色出現的時候 那個鬼味才出現 就沒有鬼 所以探納日之下 我一旦改 就將庫美華 那個 那條線寫多了些東西 就是他帶子女 在那裡休息 下車 已經有些怪異的事情發生 然後那個鬼 他去到那裡的時候 其實那個鬼 跟著他去到那個 那個 那個 打 樹蔭蔭的位置 那裡 有些少少 就是叫做 言而性 我們強調那個 故事的言而性 因為 你說的故事 其實 它 都存在這種文化上的衝突 還有利用一些即將消去 或者我們不記得的一種 叫做 本港式的一些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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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這樣 因為人們喜歡看你有八卦 但是我們有很多八卦 我經常說 這些八卦你不要看 其實你的心 不好 你擺在那裡 這個跟這個 這個跟這個跟這個 正常看看也要不要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 就是 用娛樂性 去 污染這個世界 其實是正常 因為這是人性的 所以我上次強調了 所有失文典拿奖的,不是天災人,而是死人淋漏 而不是我们自己藏文学某程度上 今天看西西的网,没有人看西西 西西的网,我又记得他说的对白 一文学,就少人写快乐 一快乐,就不知为何说不出人性最丑陌的东西 写悲剧,你就会说,死人淋漏,为何这么惨 然后被逼他这么惨 这些才叫做有了道 当然这些是他说得很适合,不过9月份有机会去看 这个就是因此,李比华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 他虽然写到这些阴阴沉沉鬼味十足的一种东西 但他唯一欠了一种就是害怕恐怖 所以我们拍摄时写到,你能否假装他恐怖 所以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里的全部都是我加的 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 其实某些程度上是加强了气氛 以及对人物,对周围的东西有多多少少有帮助 因为一个这么艳业,有鬼味的电影 你没有一种叫做我们叫做惊吓片 惊吓片也是一个类型片的之一 但是呢,你又不可以扶出生有 最惯性的那种,当然是突然出来吓你一两朝 一定会有的了 那些人面不理,长做长有 有时我们都觉得,不要玩这些都不行 因为观众,你成长,做一些更低的观众 他会进入这个市场里 他又下下下,又给你,又下下 这些东西都长做常有的 所以,不要紧要的 最重要的是,救同身走就是这个意思 最近有没有人看过英伦 英国特务那一本? Kings 有没有人看的? 好看的 那些东西都拍到这样 还可以玩 他都是旧的东西 但问题是拍得很精彩 你觉得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我们做导演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完 然后觉得 玩到这样,还可以玩 这些就是 证明 没有东西是旧的 就算那东西是很旧的 你将 放在一个新的角度 导演的角度也好 或者语言的角度也好 始终呢 是不同的效果或者结果的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足够 当然我们在剧本 有时聊聊一下 几个人撞撞一下 有个人突然说 不如这样 不如这样 哇 这么旧 糟糕了 那些人说 那些人不出声 有时会 我们用新的 度剧本 都是说 旧的 不要 但是 你怎么有多少 新的 呢 我们电影界也有个名人造演 有时会 有时会 在这个 集园里面拍摄 我说 谁 他说 有没有办法 做一些我未见过的 未拍过的 未想过的 哇 哇 说的 什么是未见过的 我不知道 总之我没有见过的 总之是 吓死人的 你说 你度剧本 度死 你怎么度 没有的 所有东西 我告诉你 来自你的幻想 和你的生活 如果你生活经历 没有 你借人家 借人家 去发挂 是不是 所以他这样度剧本 换了十个 编剧都写不到 什么叫 听完都写 走 什么叫 未见过 我要有些新的 从未见过 这个变成了我们的口头舌 我要未见过 哇 未见过 没见过 好 所以 呃 竟然没有人对这个剧本 有什么 寫法 当然我也解释了 因为如果你看不到第三稿 没有 深夜 下一次 给第三个 对一对比 有些分别的 写的方法 因为 我应该这么说 你已经说 写这个故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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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景桥的历史 对吧 对吧 就是 你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你只拍摩景桥 我来到 打完就走 接着 那条路 作为本港观众是明白的 但如果 out of 香港 或者里沿门 那些人不明白 扪景桥的打哮 是怎样来 所以 我就要说一段历史 扪景桥的这种东西 为何打哮这件事 如何来 这是纯创作的 例如实际社园 那本书好像也没有 那个点子好像没有 但是问题就是 喂 你上网搜查一下 其實还有势 我怎么摆进这个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如何摆入这个信息 所以 沐美沃洛的角色 就是这样 不只是之前如何引起鬼,跟到那位置 打的過程中,他和少欣一直對白的過程中 又問到少欣是否給了一張紙 中不中,那些東西是否漂亮,封城打都很新 打時打,是否漂亮,我分次解釋,你看 遞了一張,其實那張宣傳的東西是我們自己做的 當然這些東西,你上網都能查到 歷史怎樣來,然後他就用他自己讀出來 外地不是香港人看,就不明白了 其實你也不明白,但問題是我們看過 何永全的打小人,歷史是同志,但我不介意不知 但做電影就不同了,因為傳播文化 這個文化文化的時候,你一定要告訴別人 但怎樣利用這些東西,去告訴別人呢 這就是要忌口聖秘,從哪個人的口中讀出來 或者從哪個人的口中說出這件事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改變,告訴別人 所以那一年前演員說 其實我拍了後悔,因為 因為 威尼斯電影節叫我們導演 不要拍一分鐘的 那年六十周年 我沒有空拍,但後來我看完公信後 他就說,我初初以為是很長的 他就說一分鐘 我先把這個拍下來 導演仔是 打笑人,我有點氣時 不賣錢 即是可以拍一個鏡頭,一分鐘很快 我有些後悔沒有拍到 但不要緊 所以就是說,這個就是你事後 當你看完小說之後 你作為編劇也好,你作為導演也好 我現在講到導演身反過國度 因為如果是純編劇 如果只是這樣改 其實同一個小說沒有太大分別的時候 其實是不滿足的 觀眾不滿足,讀者不滿足 觀眾都還可以 因為我看過小說 他可能不知道你的小說 原來值得那麼多 原來本本的寫出來 但是作為讀者 非常熟悉 比如說小小的人就會覺得你偷懶 你沒有任何的新角度 這個新角度 我覺得所有創作人 都會有這種心態 如果不然 你就可能會有新角度 經常都會說 那些東西就是這樣 人家就是這樣 沒有的了 所以這裏面有幾種平衡 一種平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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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是不好的 我們經常說 破除傳統 怎麼破呢 不要舊的東西 破除傳統一定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這句說的時候 是一個口號 但實際上 破除傳統是不對的 為甚麼叫做傳統呢 傳統一定是很多歷史 很多年齡的累積 到今天 是舊 很多人都會說 但是 你一定要利用它裏面的東西 去創出另一個傳統 行不行 這樣就對了 所以 破傳統對面青人說 你自己有沒有見到另一個漂亮的適合給我 當你沒有的時候 你只能用傳統原油的位置 再發達 然後再產生很多毛 即是第二次創作 第三次創作 所以第三次創作 是非常之 就是 不原創 但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它起碼 它啟發了後面的人 如何去把那些東西 再發揮那麼大 所以 你看到小說之間 和劇本之間 當然最大的一個不同 就是 我把小一陰 和其他一個賊 變成了 母子關 母子關的意思是 和媽媽那件事 當媽媽 感覺到 這個位置是報仇的 如果是一個普通的垃圾房 他不會在意 那些人怎樣死 怎樣關人的事 但是作為母親 他感覺到之後 他就會關心 就希望他快點 叫那些人離開 或者怎樣怎樣 這個呢 就是我最大的貢勸 就是在這個項目 而且 他見到兒子 這樣對的時候 其實想教他之餘 當那個鬼 達達 知道是這個 老太婆 是其中一條賊的兒子的時候 那一下沒有 撥下去 他之前撥下去 比如蠟燭熄三次 如果撥下去 他的兒子也死了 所以這裏又產生另一種感情 除了母子感情之外 這個 達達 這個角色 對這個母親的 他付出 為了子女付出的愛 他也有一點點 詞疑 即是覺得 他也是為了兒子 沒有打 所以這個戲的好看 就比小說原本提升了 所以不是沒有新的 是有新的 不過你怎樣 將你想想的 這些全部我跟你們說 沒有談過 我說你給我寫 我想了兩天之後 我其實很快就寫 兩個部分 改得最好的 就是媽媽這個部分 那個另外一個 其實一路都想強調的 因為那個就是一個技巧 現在你說的文化人 你不知道你頸橋 我頸橋是一個地點 我怎知道打小人 即是你鬼佬 刺那些小人 其實我也不想問他的歷史 但有些觀眾是很麻煩的 一定要說 喂 我不是啊 有人是這樣 我們有時的歡容度很大 我們看電影不明白 過了就算了 那些科幻的 那些第三 第三空間 老實實 大家都是催 誰知道什麼 我都不知道 不過 有沒有科學根據 一定有 但是科學根據 你需要不需要去尋根問題 科學是有時不能解釋的 所以 這些就是 你寫劇本來的時候 當然這個是 改變 我們LINE都改變了 如果你 有版主管這樣做 就實勢了 一定要有些新的東西 其實電影 就算我沒有 沒有一個原著 譬如一個舊的角色人物 他有沒有新的角度 一定有 所以一定要有一句說話 我們經常都說 喂 你畫夠了 你畫夠了 你畫夠了什麼 譬如你那個角色背後的東西 未夠 我要畫多一些出來 所以 他呢 Reception 不是Reception Eception 導演 他拍完Batman之後 把那個反派人物 提升到現在這麼厲害的時候 所以現在的老闆不出聲 因為你正面人物寫得不能寫 當那個反派人物寫得這麼好看的時候 所有現在全世界的編劇或者導演都可以罵 當導演呢 我們Persend這個劇本的時候 往往 看主角 老闆就是主角 這個反派人物寫這麼多 但是 如果你沒有reference 給那個老投資者看的時候 你一顆都沒有用 因為他不懂得答 看不到畫面 很多時候 因為你 除非你強到 我拍完給你看 但是很少 喂 拍電影有很大的藝術創作 很貴的藝術創作 客人給你看 很貴 幻而給我看就OK 所以沒有這個機會 拍給我看 但是老闆就說 我順利給你做 但是通常都沒有 所以 在這方面 有reference給人看之後 以後我們寫東西 反派都寫得很好看 反派都可以有用的 這個呢 基本上都扭轉很多 就是我們固定的一種生態 其實任何角色在戲裏都可以有用 只不過 電影的時間太短了 過半兩個小時 其實你不可以每個都說 你留意 所以 紅明也是有這個現象 但是紅明的現象就是 因為我預備拍第二集 有些事情 我偏偏就不解散 偏偏就 留下一次 但是下次還有沒有機會 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看一下 你就會覺得 觀眾 有些觀眾真的很差 不要說我差 觀眾 差到 Q&A 通常會發揮 有些人問問題 他會問 為何你 那個頭髮樹起的 為何不解釋他 是甚麼人 你會跟他說 我要留下一次解釋 第一次 因為觀眾看電影 你不怪得他 你給我這麼多符號 沒有解釋 就不行 有時候 誰知道你有第二集 其實是拿一個字幕 to be continued to be continued 這個字 我們咬了很久 一般傳統上 就是to be continued 大家塞住 就不用問了 看第二集 不要問了 最容易的方法 沒錯 但我們說不行 這個就是在創作上的要求 跟他們一樣的時候 不行 我覺得 to be continued 因為大部份讀者知道 一集 如果不to be continued 我們用甚麼字 可以代替到這個to be continued 令觀眾覺得你做第二集 OK 我便想到那個頭髮 即是那個王國的那個 end shot 但end shot純是這樣 我都覺得不夠漂亮 然後呢 我找到一個詩 詩 詩哪個寫 我忘記了 但我改頭換臉 可能死了 你當是偷的 又我改了 改了一點點字 令他覺得這個人 不知是甚麼 而這個標題一出來 你會感覺到 有一種沉重的 除了沉重的ending之外 你會覺得好像還有事 會發生 旺角 當然一般都不知道旺角的結構 你就未必知道那裡是旺角 其實那裡是旺角 那 所以 創作往往都是 除了你們寫完 平時寫完之外 因為我呢 因為我有導演的身份 在這裡的時候 我現場在一邊拍 一邊拍 一邊感覺的時候 我還可以自己加認 所以我上次講過 Ending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MJ MJ 和 GC GOODIE 那個Ending 一邊拍Ending 追車的時候 我才想到出來 我才覺得不行 這樣Ending會不夠美 當然這些 為何當時想不到呢 想不到就想不到 就是這麼吹著 就是這麼吹著 有時候想不到就想不到 但是你做的時候 你跟著演員行 跟著情感一邊去的時候 大家為甚麼要先走 追來追去為甚麼 那你慢慢就會有 所以這個也是人脈 我們今天要講 人脈講了 那天講了人脈 都是人脈的一種 人脈其實要講大把事 還可以一直講 好了 比如我們講第三 因為你們都沒有話 第三個就是 劇劇 戲劇引發點 戲劇引發點 另一種說法 叫種子戲 甚麼叫戲劇引發點呢 其實某些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說 叫Turning Point 有些甚麼 例子 可以先講一講 其實我的紀錄是這樣的 突然生起一場 一個場面 有時是特別的 有時可以是普通的 總之想將它發展成為戲劇人 又此常可能成為一種 一個重點戲 又或者只是一個故事發展的引致 這裏呢 講到多無聊兩可 很好笑 但大家都明白 我看看有甚麼舉例給你們聽 我會看點 現在呢 你某時看的戲 很喜歡 一開場 是有一個 有一個 我看我的戲中有沒有出現過 是跟那個 你不知道甚麼無聊 可能是一個片段 可能是一分鐘的一場小戲 又出來才出片名 而這個戲呢 跟著就沒有了 然後呢 片名出現之後 重生又來過 出出出出下 但去到那些位的時候 突然間這場戲會重複出現 甚至甚至延伸多 噢 原來是這樣 其實這陣子很多戲都會有 那些細節 尤其是那些紀錄故事那些 如果你們有看過TRAFFIC TRAFFIC 我不知道中文名叫甚麼 特格拉斯 講過女犯 即女吸毒 有幾個故事的 嗯 巴別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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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見到開頭 是否 因為她開槍 在山上 打中 有幾個人開槍 打中 然後跟著 我的意思呢 其實她強調主題的引發點 這是有一種牽涉的 就是說 咦 吸引了你 是甚麼事呢 不說 然後呢 一路回到最後做會的時候 你截然有些故事出現了之後 就SERVE了那個POINT 然後在那個POINT 再強調一次就出 這陣子有很多戲 這樣做法 當然 所以 如果你說 戲劇玩到今時今日呢 還有甚麼可以玩呢 有時候我們都覺得很難玩 但是 往往你看完外國 其實這十年來 是很多新的東西出現的 例如 那個丹麥報映畫 其實剛剛說回來 很多好笑 第一個鏡頭是說 那個女兒 真的是K 走的 那個小孩 那女兒 那女兒進去 然後突然 開槍 他就突然有一枚子彈中彈 中彈 中彈 這個子彈呢 其實是連了下來的 所以 最後要解釋 這個子彈是甚麼來的 其實這個子彈 有一個好像三個故事 這個子彈呢 後來原來 是整個戲 三個不同的人物 不同的角度 角度是 國家的意思 但是 這個子彈 偏偏 跟這三個不同的國家 甚至角色 原來是有關係的 巴米達是一個 其實你們學編劇 有時候要看一下這些戲 為甚麼這樣編 其實歐洲 或者美國 美國我們說 有時候沒有辦法了 美國你也知道 拍攝都是主流戲 但是有時候 他會 總是有些東西很好看的 例如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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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挺好看的 你們如果有機會再拿回來 或者 那套 Crash Crash 大家 拿過馬連 和李安 李安 就套衣服 套衣服 套衣服 他就套衣服 當時 這個Crash 是無名無性的 我們覺得 李安應該都是大熱的 誰知道李安拿完導演之後 拿不到 Crash 沒有甚麼大明星 其實有大明星 不過 忘記了 好像有哪些明星 你再拿回來看 Crash 也是三四個故事寫在一起 他也是有一場 第一場就是拿撞車作為開頭 我記得 沒錯的話 可能是 但是類似這些重點 這種結構 這十年來 玩得特別多 當然 玩得最厲害的是 其實是 墨西哥的導演 什麼 九 什麼 多歲月 什麼 九男女的 什麼 九男的愛 九男的愛 是嗎 是嗎 那個好看 那個也厲害 你們這些 很厲害的戲 看完之後 我們都呆了 這樣寫了 還有 二十一千 又是很好看的 又是 你們一定要 光是廣告用的 你們要看別人的 為何這樣寫 當然 也有很簡單的 SUNSET 那集 真的找到你來拍就算了 那些完全沒有什麼劇本 例如你演唱 可能他會有些顯示 寫一些詞 今天我們說什麼呢 好像我沒有拍劇本 我沒有劇本 但是真正好學 因為劇本的過程中 是做了很多很多的 research 但是 你說有沒有所謂的戲劇 其實是有的 異地重逢 這兩個人 但問題是說 其實那個戲是說 因為我拍了小孩 那時候順便做了 research 那時候旺角的身體很離譜 那時候旺角的身體很離譜 每天都說 哇 一群一群的女生在陳山天裡 等我打 一群的命令 馬虎又帶他們走 其實內陸那幾條街很厲害 當年 所以你演唱 為什麼呢 你一定會覺得 挺有趣的 他們走下去 做什麼 外人一定不知道 當然其實都知道 不過就是 這個過程是怎樣 好了 如果過程知道 他都是為了做這些 如果這個戲 你如果就這樣拍 其實我拍了 齋旺角的都可以剪三分鐘 我都不需要回大陸拍 但是 這些真是叫劣奇劍 那麼這個劣奇劍 就真是一個旺角的 就是一路向西那類的劣奇劍 就沒有什麼深遠的影響 或者深遠的一個戲劇的衝突 所以 當時想到最大的戲劇發展 就是 當他賺夠錢 一定要七日或者兩星期 我忘記了那個 visa 一定要回去家庭的時候 那個人發展 所以就是說 他要依錦環鄉的時候 他的態度是怎樣的 當然價值觀來說 最大的 所有人來說 已經是徹底地離譜的 所以我要找他 有個點 找在哪裏 故事是一個人脈 來香港做 做到夠 做到夠 找到多少錢 走 就是這麼簡單的 但是 當你設計的時候 他走 走 走完所有旺角的點的時候 我要和一些設計的人物 和他撞 如果撞 大家都是女人 在茶廳裡卡 就不要看了 那樣東西會重複 大家身份 絕對家庭背景不同 但是家庭背景有多少不同 都是相同 所以大家一定缺 一定沒有錢 所以出來做 就是這樣 好了 我要找個小女兒 小女兒那個人 在哪裏 其實我在小女兒場 那裏拍分 我覺得一個小女兒 怎樣看整個世界 都挺有趣的 當你一直在我身邊走 我的角度是這樣看她的時候 其實我和香港也一樣 有些我們是認識的 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這樣看的時候 那件事已經很有趣 這個除了列奇之外 加上這種同鄉的角度 去看他們的時候 一個是香港的角度 我們做導演也是香港的角度 小女兒其實是用她同質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 基本上人物已經很大 加上網仔可以設計很多 香港的東西 所以 當然最大的引發點是 一個無厘頭的留言 但當時我設計一個南 一個北的 除了在那裏代表了北 阿芬代表了東莞、惠州、南 那些南北的兩個女孩 在香港一個 那些骯髒、那些小巷 相遇的時候 大家其實很少對白 現在再回去看 沒有什麼說的 其實沒有什麼說的 有一天她躲在那裏 警察追她 她躲在那裏 當是幫她救了她 其實很少說對白 但是她這樣走來走去 那種生活的態度 大家會對她好奇 對這個女孩一定好奇 你好奇 我也是在洗碗做事 沒什麼好奇 但對那個女孩一定好奇 但是這種南北 除了我們說出來之外 用什麼去代表她南北之分 其實榴槤的設計 其實榴槤的設計 是我整個最神靈之不秘光 這個也可以說是一個引髮點 但這個引髮點 其實就是情感的引髮點 因為你要拉上這兩個人 除了南北這個地翼之分之外 這兩個人雖然相遇畫不多 但是她會 因為這個榴槤的家人 我們會設計 因為我沒有寫劇本 我會設計 大約這個時候 這個榴槤就出現了 後面因為 又出現過 然後又被鼓中了 觀眾的反應是一致 而且真的受到感動 這種感動就是 一天說了兩個人 真的代表了某種社會的一種縮起 當時的社會狀態就是這樣 你拍兩個人 其實對話不是一定多 所以這個引髮點 當然 如果沒有這個流連 你說拍不拍到的感情 其實都拍到的 不過一定是 不夠 因為我們說 有時拍電影 要拿影像講故事 不一定要說 你怎樣 你怎樣 你幾年 這些 其實都是這樣的 所以有時 你們做編劇的 有時要 不只是文字 我覺得 影像 你們都會多些去看 看多些畫 看多些人的相片 其實很多時候 影像 是可以在 未必是真的 從影像那裡學來的 有很多 你的敏感度 你看視頻的態度 或者是 你留意 生活上的 一些細微的東西 這些影像 往往 就會幫到 你放棄 甚至提升 你放棄的 技巧 因為 流連 當然有我同年的記憶 因為我同年 過路橋的時候 是很大的不同 就是什麼 香港和大陸 是兩種味道 我家裡很喜歡吃榴槤 做了榴槤 季節一到 我就 逃避 怕 吃過我怕 然後 那時候 那種味道 反差的位置大 現在當然少了 其實 現在真的不太確實 分差 幾年前還有 現在開始 大家可能都 習慣了 沒有什麼大股 當時我用這種感覺 去想的時候 啊 我說不行 當時的榴槤 在中國還沒有正式入口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榴槤 你說我沒有設計嗎 是有的 我基本上 整個榴槤都是設計出來的 但是 有些事情 我不知道 我今天一想一下 為什麼會這麼冷靜 當然 冷靜的意思是 那部戲 我不需要向什麼人交代 我只是拍 這個女人和這個女兒的相遇 然後回到去 大家因為這個榴槤的連繫 或者你寄個榴槤給我 我就反而覺得 在香港短短的那個 時刻裏 我們曾經相遇 因為這個榴槤 我們曾經有某一刻 或者某幾秒 或者某幾分鐘 在一起 如果文字上說 就這樣說了 但是 想不到 今天 我收到這個榴槤 大家又回到原地 打個原刑 你又回到廣東 衛州 某一個地方 我又回到東北 但是我們 吃起這個榴槤的時候 我們會 回憶回 我們當年 為什麼要去到香港 這樣辛苦呢 明白嗎 這個就是 如果 你把文字簡單寫出來 很漂亮 可以 OK X是個問題 我們通常 銷錶成這樣就算了 OK 但是問題就是 那個側行 你都會說 這個側行 真是難 這個真是難 這個你說很難嗎 又買 因為我們有經驗 但是 無論你看任何成功的作品 就算那個故事很簡單 你覺得很容易 其實的背後 我告訴你 都經過 很多的推翻 很多次的建立 很多次的失敗 不是這麼簡單的 一部戲 真是 你看到幾簡單的故事 都是之前想到死死下的 沒可能這麼簡單 這個世界 是不會給簡單的事情成功的 我告訴你 你怎樣也好 你一定要利用你的所納去想一個 因為簡單只是我們口上說 我們說 這次我不想拍這麼複雜 可不可以把這件事簡單 就是 我不想太多對話 我兩個人做得好 這些可以組設定 好了 某些程度上 都會被人稱為風格化 其實風格化 可以做的 可能是導演的問題 或者是導演和編的問題 風格化有很多種的 紅色的 光不打 光我只會打一支燈 在這裏還有一支燈 長甚麼人 開箱 只會打一個銅 就打 money 就變了陰陽面的 這也是的 風格 我怎麼拍就是那個銅 我这边不让灯不保的 好了,大家穿了黑西桌上桌 打了白胎,又可以召风格 大家不出声,坐在那儿 正正,惊惊上桌 先生说什么,大家一起怎么做 又是一个风格 但这个风格我告诉你 是做出来的风格 很为偽风格 不好看的,但是会有人做 看你怎么做 就是真正风格 拍到你已经出神日化 我不需要说 很代表你那个 个性的东西 那些是不能教的 真是发展内心 所以 但是作为剧本 事先是可以设定很多东西的 你说没有设计 是假的 甚至我在街上拍一些 例如这次我拍摄西西 其实的任务就是说 邀请西西讲他的话 好了 去家里 接着就请一班 学者 一班看过西西的一班 又是叫做文化人也好 去讲西西 其实是很容易做的 但是呢 很容易做 那我们这些很麻烦 也很大包袱 陈果拍西西 有他不拍仔细 拍个纪录片 怎么拍 这个就是要想的 这个就是我要想的 如果作为片剧 想不想 其实我们在过程中 都没有剧本 那我叫我两个做手 就是说 一 我们尽量玩西西的金句 在每个小说里 而那些金句 如果觉得很大 我们在金句里面 可不可以发展一些 叫做 很慢的东西 或者叫做 可做的东西 然后 我最大的 input 就是说 OK 我们讲西西 但是西西我综合 他对香港 他写在香港 或者他个人 对香港的情感 然后我 知道是 好 西西最有名的 才叫做 我食 那我要放在我角度 因为我们 这些已经叫作者来 如果我们 我们不甘心 就拍一个 人类的剧本 或者人类的故事 但是我们就说 就算是人类 我都会变成我的 这个是作为我 作为我 作为我导演和片的身份 就是我 所以我加了 我们的成 我们的成 就是说 我有份 我有份 变成我有立场 我有立场 之后我拍法就不同 我的角度就不同 即是 变成我聊天的角度 我摆了一些 特别多了些东西 所以 这些又是设计 不是完全没有设计 就是 说什么 叻得说 拍一拍 当然有些东西 拍一拍就会有东西 慢慢慢慢 进入 慢慢慢慢 产生 这个会有 这个叫做 有些导演最擅长的 去到现场 不知道怎么拍 先放一个YSOP 放一个D那么高 其实是全世界 接着就打灯 这些YSOP 看到这么大环境 打一个钟 他就在想 接着怎么拍 他就利用一个钟 去想 接着镜头怎么分 好了 你看很多艺术片 为什么导演这么好 一个镜头下 有些真的不懂分镜 所以一个镜头下 有些真的玩 一个镜头下 里面 你要很清楚 这个导演是什么 一个镜头下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现在人们都学 我都不知见过 很多新导演 被我骂得很远 很多时候 他不是因为他自己想去 他一时 他看了 不知道蔡明亮 哪个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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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想试一下 喂 那镜头放了 你不用做 那你就做 但是 这个镜头 也有生命力 你放到不动 但是那些语言怎么行为 那些事情怎么做 都是要有一个调度的 不是说 不是说 你乱放在那里 就可以了 但是当然那些片剧 就是这样的 应该叫 其实有时候都不会写的 你写出来 导演很多时候 有些级数导演 一会儿 不如我这样看 他可能有两个调度 因为 电影的变化太大了 你事前导演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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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到调度 因为 现在我们都 玩稿主题 我不敢导演 尤其我们这种 导演 都 要求得很高 和别人看你 都很介意 人家怎么看你 很多时候 我们过不了自己的调度 就不会拍 那是痛苦的 很多人都痛苦 但是问题就是 你往往想起来的表情 一定是有趣 好玩 过了自己的时候 便可以拍 拍得 这个拍得的过程 其实 都是戏剧入法点的过程 对我好难 因为故事的有法点 发展的有法点 有很多种 其实 当我们宁愿想故事的时候 就是说 想故事才是想人物才 宁愿有这个问题 其实都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 所以那天 我不是握过一个猴子 打电话的故事 可能我是想过 就是想了一个poster 看到那个车币 如果那个猴子在那儿 打电话 和人交通的时候 他觉得挺有趣的一个影像 那和什么人呢 下跌的故事 可能就是执行出来的故事发展 如果没有了这个电话 没有了这个电话 我就没有任何发电 就是电话 现在你知道 文明社会 或者每个人 必须的一个 一个寒蜜 但是问题 如果你的猴子 或者动物 都用的话 会是怎样的呢 这边里面 很多故事可以说的 你可以写得很大 就可以的 他可能打给土星 或者火星 和某个 枯枯 他前辈在聊天 也可以 吹饭鸡 也可以 把整个猴子冲进去 对不对 所以 是有它的重要性 故事的 永远都是我们说 drive 动力在哪里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 因为你们写这些 故事大关的时候 有时候 看不到 那个动力是什么 例如那天 那个狼博 写那个 什么 没有理由 写那个 厕所那个 其实那个狼博 可以想到千百万个故事 就是用这个动力 可以看到自己的东西 在那里 突然转转的时候 这位女生是什么 为什么他这样想 你真是有时间去想 这个也是有特点的一作 但当然有些戏 很明显 譬如周星馳拍 《喜剧之王》 就很明显地说 这个设定一定是说那种东西 即是说戏剧 从深入潜出的那种说法 就是你将什么 那些 什么 什么司坦 那些 一说到那些 是一个很普通的社会 或者人们刚才说这些东西 有些格特不弱 但那些正是 又是一个戏皮的冲突 一个人法点 有时未必会变不格 你千万不要抗拒 问题是你怎样表演 怎样做出来 所以 有时我们看到故事很有趣的时候 我们觉得 看分 不要说看分属 看故事大约 其实是决定 那个 戏的好还是坏 即是说 譬如我们很喜欢 presentation 即是说 我今次拍什么 现在和老板 或者和投资者 或者导演 或者说天花龙 其实是好的故事 两分钟讲完 因为好的电影是选材要做 不是我想拍人与人之间 拍人与人之间 这些废话来的 什么戏都是人与人之间 对不对 但选材方面 譬如说 我们说现在的戏 譬如 红武派 你说跳舞 一定是被人留下 跳舞的戏 不能收得 因为那个剧本 我也有看过 我老实说 那个 那个 我说 我不是拍不过 这类戏 都是死的 但是 如果你便宜的话 我就觉得拍得过 就是便宜拍 不要带那么多钱 我说 当时 我说完 我就不要理 他真的 他真的走 找了他拍 现在黄森榮 黑虽的感觉 其实他是 比我看剧本的时候 因为他的剧本 是讲合拍片的时候 那个豆腐妹 又不知为什么 又无缘缘 又 入了 围 然后上了 大陆 因为为了合拍片 去了大陆比赛 现在他就去了这些东西 顺本讲 顺本讲 顺本讲就是讲大陆 怎么玩 你说他写杀 其实不写杀 不如他去学武 去学跳舞 这些是拿来讲的 但是 跳舞 绝对是存在的 这个有发表 绝对是存在的 只不过 你怎样执行 现在他算执行 都算是大胆 OK的 因为我都不敢写 咦 你这样写 可能我拍的 我不知道什么事 所以很奇怪 有些东西就很奇怪 所以有发点往往 就是讲了一条招事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 你做执行 或者写10月前 说的 投资者是不会看 时间去看 以前 你知不知以前 你们去看传播 预告片 是三分钟 基本上讲完整部的时候 现在的电影 一分钟三十秒 就完蛋了 不讲那么多 一是你不会用心 讲什么 一是你去看传播 一是看导演 一是看感觉 挺好看 一是看影响才看 我都做的 一是怕虧的 看影响才看 人好看就不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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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简单 好吗 好了 好了 其实 接着呢 第四个是主题 因为我剩下两课 我们讲快一点 主题 第四个主题 主题和引发点有什么不同 这里有一些说法 有什么不同 想到一个形以上的点子 形以上有点抽象 可以变成戏的内涵 又或者是只有一种感受 现在戏的有时不需要大主题 只是一些人生想法也可成立 这是我朋友做乐的一种提示 其实刚刚讲的引发点 和这个主题有少少都可以cost 就是cost pay 即是怎么叫主题呢 主题 我派香港制造 我不讲人的东西 我派香港制造 其实当时都没有一个点子 你说狂舞派 我派对没有 你就很容易明白 这个什么叫主题 里面的馅子怎么砌 怎么做呢 是另一回事 人物怎么摆 这个一定是先有故事 先有一个主题 好吗 流淋飘 不是 流淋飘 也有主题 大陆 女生来 那七日来 都是主题 OK 但是主题的背后 一定是中国改革开放 那种流失 流淋 人心 不知怎样做的主题 如果说得这么社会性 但是一般的主题 香港制造的主题是什么呢 其实当时我告诉你 我本来不是派香港制造 我第一部电影 我就是想拍 现在叫做《香港海里活》 当时《香港海里活》 那个片什么 还不是叫《香港海里活》 那时候我就看到 因为我们经常去中环看景 我拍摄《上华》 上华是有很多烧珠牆的 烧珠牆的 我的店铺很小 以前刚刚说 我拍摄《上华》 我就叫电话区录部 人物又是这样的 那女孩来买书 我认识了一群人 我认识了一群人 故事里面的东西 不是太大的概念 但是我撇声的时候 老板是OK的 在西日拍 都肯给钱拍 打到《上华》的时候 突然说不讨论 说那些女孩的东西 没有人会看 为什么要打好那些女孩 因为做《上华》 通常我们一定会拍 我们最熟悉的东西 等到现在 叫她写日本的《上华》 大家一定会写 是不是 也不知道写什么 但作为导演 当时导演 我就觉得 我想拍《年轻人》 这是一个主题 但是《年轻人》的背后 先说什么 这是另一个主题 主题的引发 就是这样 你要想 当那部电影被人拒绝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 《香港制造》 不是沉淀了十年的故事 又不是沉淀了两年的故事 是即时 喜有此理 好 我不管 我要自己拍一部电影 自己给自己 我不受任何人影响 当时就想 《香港制造》 《香港制造》 怎么想的呢 就是 其实第一点 我要拍《青少年电影》 这个《上华》是主题 某些程度上 可以说是主题 但某些程度上 它又不是主题 因为只不过是人物 因为我想到 年轻人 是要reversal的 全世界都有年轻人的问题 如果你拍得好 我觉得周围都会有年轻人市场 会看一部电影 这个 当然 我要做过很多搜索 看过很多外国拍的年轻人电影 当时《Transporting》 刚刚出来 我记得 我看完 他那个青年平日很老 很大 很成熟 我拍的青年可能是十五六岁 中学生 看完有些啟发 就是 那个啟发就是 就是 年轻人最好的就是 政府状态 想怎样 这是绝对冥衡的道理 好了 怎样想到这个故事呢 怎样令到这个故事受好看呢 这个就是 年轻人一定有动感 我们会由导演的层面看 动感是怎样 年轻人之间是怎样 慢慢慢慢就说 我上次好像说过 看了一份报纸的新闻 说一个女生跳完楼之后 死在现场 警方就找到 他有一些 遗书的 其他地方遗书的 是写被歌声的 就是 某些 好像都是 beyond fancy 的报纸 我看了这些报纸 我就请了下来 请了下来 我想了 这个故事 由这个 这里开始 就是说 所以你又看到 香港制造的 opening 就是女生在上 跳楼下来死的 这个也是整个戏的 所谓 引发点 主题 不是 主题 主题就是说 其实去到最后 主题就是说 在 九七阴影月之下 年轻人的去路是怎样 如果你说 横观点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 或者香港那些 人去大陆工作的时候 整个香港的结革 都参与了变化 什么变化呢 就是说 香港很多 麻辣佬 会在深圳 或者 珠格三角洲结婚 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这个 阿SEN的角色 背景 他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这个也是我们的朋友的经历 因为我认识了朋友 当时上深圳 工馆做厂长 刚刚八十年代很多事 他有这种 在香港找些 叫做 QC 比较深知的人 上去 跟老板上去 就请大陆管理 第一个月的时候 每个星期 回来 因为你单身上去 第二个星期 一个月回一次 第三个月 看着家庭变化 其实在某些程度上 九七是刚刚拔到那个阶段 那个电影说九七也不适合 但是无可否认 80年 九十年代 那个变化是整体性的 我只不过把九七放大了 你说九七也不适合 但是 问题是 九七对 变化 当时的青年人 李曼没有人会解释 大家会弱点 或者甚至不理他 尤其是 由七十年代过来的时候 你更加藐视他 因为觉得很远 九七 八十年代 还有十几年 一声就到了 哇 当时 真的 有钱就移民 没有钱就 真的有人走了 很多 这班都回来了 那 这个大时代的气氛之下 老实实 这个主题就很明确出来了 那个 就出来了 只不过 喂 这个是大主题 那故事怎么写呢 好了 譬如阿沈的父母 李曼沈的父母 他多了一点 会受到大时代的影响 上到大陆 而家庭出了变化 走到老 老爸躲起来 和大外女儿子 就是 这些 彭彭先生 隔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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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女朋友 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这几个家庭背景的人 就已经设定了 主角 男女主角 好了 他们就没有事 父母天天做事 这两个人怎么认识 认识是什么呢 就是阿沈做古学仔的 但是那种古学仔 是很无聊的古学仔 其实未必正式进入了 屋书 大哥 他叫我做什么 做 正式喝血 喝血 喝血 发誓 那些 他收数 哦 识了他 但是呢 他背了尿袋 就是病 他又很同情 他老爸说没有钱还 他又更加没有钱还 他说冷静悠空 借钱 都要不让他医病 故事的人物就是这样开始 开始之后 当然收拾到那封信 是 基本上 就是另一个最大的人物 当这帮人 拿着封上去找 所谓遗书的受益者 其实这个正常人做都不行 这样就要设计一个傻 就是傻 傻的 人发点是傻佬才会做这些 傻佬做就没有人会骂 正常人不会做的 因为逻辑上是不对的 这场戏 其实去到最后 在坟场找人 都是因为 那个傻的想着 找回那个女孩 他觉得他会埋在坟场 会不会 他才去找 那些人就跟他去找 他人发点 都是傻佬开始 其实写逻辑的时候 因为我们写的时候 要自问 是刚刚逻辑的 但是人家很奇怪 太逻辑化就会死 你认不出逻辑 很奇怪 一讀 邻辑 不是这样的 那些人不会这样做 那就死定了 不要认了 所以我们有一句 叫做艺术处理 艺术处理 那种艺术处理 就是在哪里都用得到的 但是那种艺术处理 你要convince convince 就是说有说服力 不是看你拍什么影片 但是我觉得拍什么影片 都要说说服力 就是你讲得通 我就拜你了 我讲不通 我就不拜了 所以 我去找艺术处理 都是因为 那个傻佬 我记得 阿龙 然后引到 那些东西都跟着他去 那这些地方 就没有存在 所谓的邏輯性问题 一傻的开始 我朋友就叫他 他们又喜欢那种 其实都希望 冲出他原有的 家庭封锁 去到那些更加开放的地方 这些都是开心的事 这些是新境上的问题 写到的 去到的 所以 一路写过剧本的时候 主题其实就很明软的 慢慢慢慢 你就讲这帮年轻人 有时候主题 你想不到不重要的话 你写一下 后套都可以 未必你一定 啊 导演 你教我 陈果教我 一定要主题詞 写得下去 那就死了 不用的 有时候你觉得是人 还有故事先行都行 写一下 你才发觉 我摆不下主题詞 大家都看过 未必大家 OK 熊man 熊man 你看过小说 有没有看过小说 我告诉你 熊man 有没有主题 看小说 看小说 这个也挺难答 我告诉你 是没有主题 他是写一个 ��到香港的大幻 幻 幻 是幻 或者叫做 波浪小说 但是 他是没有 所谓的主题 年轻人太喜欢 因为他那个气氛很足 很高 写下去 黄宝写下去 基本上不用问 邻辑 那些戏有时不需要逻辑,但是文字的空间,很多时候,你写出来之后,你会挑剔它的逻辑 或者挑剔它的可信性又有少少多元,除非写得很淋谱,它也不算太淋谱 你都纯起麦的气氛一直带着它去,你不会回头想 当我改写的时候,我们的导演是懒弱社会性的,你让我改写? 我是拿着第二稿来写,不是第一稿不是我写的,第二稿不是我写的,是原作者Pisa写的 我一看完之后,当然不行,我们这些有要求,你就不用管我拍,所以这部电影是很奇怪的 你让第二个人拍,可能生命就不完,结果就不完 很奇怪,但是我写的时候,我花了两个星期,躲起来 我写出来,写出来之后一看,加了主题 这个主题是一定的,其实就将这个主题甚至扩张到... 其实,当然,我刚才说的可能是对的 如果我照着Pisa拍,其实你多了一点都觉得有些讽刺性 因为社会当时的状态,去年都是立了一门的 日本又发生了核爆,这里又发生了政治不稳定 如果这部电影就这样拍出来,多了一点都觉得有些东西要说 但是不深刻 所以我的写法,我就要令到它深刻 或者是我只有尘果才有的这种所谓主题 这个就是我作为导演兼编剧的两者之间 都是用一生的方便和好处,因为我非常清晰 我改完之后,大家看到的电影里,小说没有的那些 基本上就是我的那些 因为Pisa的弱点,通常原著者 原著者写自己的小说都有一个弱点 有一个缺陷就是,不会有新东西的 最多是整顺了,在哪里不相信 整顺了,他不会用导演的 或者用另一个角度写出另一种很少的 因为你比如说以前我合作过,都是这样的 这个是不行的,不够的 一定比剧本更多,比原著多些不同的东西 有些新鲜的角度 所以当时我出来了,明显主题很强烈 当然,你到后面,你怎样看,怎样解读 是另一种事 这个我猜不到 当然,有时候我都觉得解读多了 有时候也过了位 所以,所谓主题 我在这方面,就算是比较上有经验 譬如最近我改《谋杀》切了电话 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 在这些小说上看 其实是有一本 林九协的小说 但好看,有推理 有韩剧的感觉 一波未停,一波又起的 但问题就写一下 我就发觉 不行 我一定不可以这样写 那我就加了自己的东西 就是整个泪太地 将人的演自己的东西 我在原场拍摄的时候 当时,最大的舞台是 家庭也有两个很大的拍摄 其实不是很大的 就是父母的拍摄 即是孩子的父母 而那个拍摄是 一开始一开始 已经有一场这样的戏 后来我在演场 潘虹的演员 大陆一个影后级演员都问我 我不是很明白 你为什么将他父母的演戏 其实可以不写的 以那个场道来说 因为我将他父母 其实他也看不出 我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这些主题 有时是隐悔的 说得不好听 就是说你明白就明白 你不明白就不用 我明白就行了 我作为主创者 我要知道我在做什么 那我怎么跟潘虹解释 我说,潘虹 这个是一个青春残的点 是不是 我现在写的是 Andra Baby 那个年代的人 但是你不要不记得 他们有青春 你们曾经有青春 他听到你们也曾经有青春 他就明白了 那几乘法 如果我这样表达出来 他就真的不明白 有时这些经验 几个老人都看不到 但是我说完这句 他就明白了 所以这个主题 是隐悔的 不至于说 流浪表那么厉害 那么明显 和男人一说 就说这个抹势了 就是那种 因为所谓抹势 其实是和我们香港 现在的情况 是同步地走 你才能看到 香港可能没有这个 可能你又看不到这个 所以你写剧 那你多多少 和当时的社会状态 都有些少许结合 尤其是写一些 又碰到一些写实问题 碰到一些社会问题 这些更加紧要 但是你说爱情没有吗 其实有 又不是 是否全部都需要主题 举例 举例 有没有人听过 一些心机说 那些电影 他一天都算是行内人 他说话 他不会骂人 但是他一样 叉气 他都有角度 他一定找到一些角度来说 我也不会说 Notting Hill Notting Hill 其实说到是一个爱情 爱情是主题 搞很多东西 都可以的 只不过 我们有政治性 有社会性 将那样东西昇华解读到 到你是 这边的 那边的 这种政治就是这么麻烦 是吧 所以是戏都有主题 不是没有主题 只不过 你怎么去看 和解读 但是我觉得写剧本 就是这样的 当你明知这个主题 很明显的时候 你写的时候 他会更加关注 多一些 你会在人与人之间 这个对比内 多一点 多一点 会选择到 和主题有关的 例如说 我写红 说一下 咦 四年过去 Suppose 是2018 即是跳过了2017 如果没有事 发生了2017 应该是选择了特首 这个 是很正常的 时空推理 不是什么 说笑话 就说 咦 我想知道 选择了哪个做特首 就是 普选 这个很正常 不是什么弄作 你跟生活的感觉去 自自然会想到 然后我就很好奇 哪个做了 拿出口说 都好看 是不是 所以 不是 所谓 这些 当然 某些程度上 都是经验 未必是想不到 只不过 有时 你跳过了 你不懂 或者你没有关心 这些事情 你就会 分享了 这些 比较有趣的 因为 那件事 如果我说出来 我不是老初口说 都没有这么好笑 但现在很正战 但是老初口说 就是把那些东西平民 就是 down to earth 就叫做生活化 生活化的时候 是的 现在我们香港 每个都关心政治的时候 是的 你都要关心 谁做了你大佬 才行 这些事情自然就出来了 所以 主题 其实我演戏的主题很多 你看到就知道 好了 不如说 市政三 绝对有 他说 现在新界丁屋的业权问题 对不对 这个很明显就是主题 有的 有的 是很厉害的 不是没有的 不是 但是问题是 你写剧本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很明显地 清楚 因为我们编剧 最大的任务 就是说 故事要好看 人物要和故事有关系 人物和故事有关系 因为人物和所有关系 都可以看到 但是 突出 从对白组 或者对白组 你说 几个多事要做 不是很简单 所以 为什么有一组 二组 三组 四组 改极都不原有 有时觉得 你的角色不好看 再加上角色 再调一调 又变成第二组 又变成第二组 我觉得你的主题不太明显 因為我對白中文賴到少許,可能要 因為劇本是這樣,有時候我們自己寫 寫一下,我們有一句說話叫做 當覺者迷,你覺得已經有了 其實有時候就說,觀眾看起來很蠢 有時候你不提出來不說 為什麼有時候都覺得,阿哥,你怎麼這麼白 我們香港很糟糕,除非我拍高級戲 如果我不拍高級戲,我不白 有些地方我都會說明 這些就是我們的缺行為 所以有時候是必須說明的 你可以高級一點,但這個要看怎麼計算 所以編劇的責任,往往 我覺得無論我講哪個題目,你都要照顧到 8點 8點 好了,以下還有四個,講多一個,好嗎 其實,要不要補充一點 現在戲劇有時不需要大短題,只是人生想法 人生,一些人生的想法都可以成立 這也是的,有時有些戲劇為何這麼淡 很淡地說的時候,你都會感覺到它的主題 這也是,未必是一定要其次鮮明的主題電影才有的 主題是給你,譬如說 《香港帝圖》說簡單一句,就是青春殘暴日 講一對這樣的香港年輕人在九七年歸的時間 《香港帝圖》面臨大時代的見稱,所面對的學習 《香港帝圖》的學習 當然,大時代那件事就硬盛很多 如果沒有這個問題,就說 《香港帝圖》在大時代那樣生存 這些都是一種主題的說法 但是,我們想一想,其他戲劇有什麼主題 沒有,我只是說過這些 我昨晚在北京,就看了一輛衝空車 首映衝空車 導演在這裏問我,怎樣啊 我說,我多好,但當然做得好一點 那他說,有沒有主題呢? 我就想一想,我又沒有想過有沒有主題 你說幾個人,他扮警察打劫 誰知道又遇到另一群扮警察打劫的人 不要踢到太多 你看到你嗎? 不是,我還沒看上去看 OK 主題應該叫做中年 這群中年人,無路可走 就是,已經 已經 我不知道 如果說深一點,還是像一個香港人沒有拿走 就是,如果說深一點 但是,明顯地,這群都是中年什麼 吳鎮宇,佑德華,謝河南,還有誰 還有另外一個,誰在這裡 糟了 中年四十多,五十多 就是,不知道做什麼時候 這種人,其實在香港社會有很多 他就是這一種 這個主題你可以叫做 這群失意的中年人 想去做一宗世界 證明自己 或者叫做找大樓美 就是,你可以用這種人合電都可以 都可以 這樣就要量一個中年人 我最近在寫了喜劇本 喜劇我第一次寫,但最慘不是喜劇語言做 我昨天就找了一本書 我買了去《中國笑點》 那我要重新溫 什麼叫喜劇呢? 老實說,我們看過當年的喜劇 喜劇,以前我們對喜劇的看法不爭明露眼 你找曾志偉說,不歸年來做就 那些東西 但真的喜劇,你看過我的戲都幾多 有些幽默,有些很好笑 那些,算是喜劇,不算是喜劇 那些叫做黑色幽默 但中國人看的黑色幽默 當然,中國人看的黑色幽默 往往是差很便宜的 因為我們不懂得感覺 都覺得挺好笑 但不知道怎麼說 當然跟正式的喜劇來說 有太多不同 因為正式的喜劇 你看到演員的樣子就已經好笑了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的朋友做導演拍一部戲 劉德華主演的 拍一拍一拍一拍 其實不是我做的 但他叫我幫他展示 你知不知道 劉德華是做主角的 你猜是做誰呢? 你猜是做誰呢? 你看他的樣子已經好笑了 你看劉德華主演的 他怎麼會笑得起呢? 你絕對是英俊 所以我說 喂 不好笑的 我最慘的是 將Mr.Bean重造一次 你兩個人擺在裡面 誰好笑呢? 死都可以 所以我不知道 我看他有沒有用過 我看他拍了很多場 我建議他剪走了 一 劉德華不是那種人 他演一張 喂 Mr.Bean不用再笑了 他的樣子很醜 所以呢 這種喜劇的方法 老實說 我正在學著 但是 我的喜劇 絕對不是那種喜劇 絕對不是 玩Mr.Bean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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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 跟他溝通 因為他是很主觀的 他一坐在那裡 你給什麼料聊聊 就有很大的影響才可以 變成我現在都在看 但我看這個不是教我 怎樣寫喜劇 是怎樣了解 中國 他也都批評好 他說中文是笑不出的 中文為什麼笑不出呢? 因為中國有太多戰爭 太多動亂 基本上是笑不出的 在這十年間 因為很多娛樂性節目 很多人才會笑 這是對中國人的寫法 他寫得挺對的 因為我這部電影是合拍片 就是大陸主要的市場 所以我在想 這也是一種研究 研究 研究 我要了解中國觀眾的喜劇 的看法 實際上 這幾年大陸很多喜劇 都很修得 比如 就是《泰銘》 然後《深邋路況》 還有《廣炳》 都是收十億的 很大陸的 好了 《無可否認》 《喜劇》 《無可否認》 《喜劇》是所有世界電影賣座的主流 但《廣炳》 《廣炳》 都被《科研劇》打倒 但《喜劇》 全世界都接收了 《無可否認》 好的 所以,一旦做喜劇,我就勾勒頭,寫 因為喜劇最慘的是,喜劇的人當作喜劇,其實很多時候是撞的 我們都有幾招的,一群喜劇演員撞在一起 譬如拍八仙部戲,或者拍五福星那些戲 那個樣子撞在一起,你一句一句就有笑話,很奇怪 那些戲劇很厲害,但現在我三八八做,要把故事這樣量度的時候 我就覺得,怎樣寫喜劇? 喜劇其實大家都明白,我們有時候叫做SICCOM 最多是美國片最多Friends,一大堆人在一起 對白上,尖心黑磅,錯摸的,之前說錯摸的 做什麼?錯摸的專心黑磅,但對白是很重要的 其實對白,喜劇的對白真的很重要 例如芦克的樂優 他自己做喜劇,很北京匡 在北京廳,你當然會覺得專心黑磅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這次面臨一個問題 我問我,嘖!真的寫喜劇的時候,其實我不會寫的 事實上我需要重新面對 我只能貫責我的《黑色幽默》 因為我每一部都有《黑色幽默》 但《黑色幽默》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爭力亂去做喜劇 是你感覺到就好事 你感覺不到就算了 還是有一點點好處 所以喜劇的寫法 是否沒有主題呢? 其實不應該 因為喜劇有很多種 香港的喜劇有社會喜劇 諷刺社會失敗的也有喜劇 金雞也屬於諷刺失敗 今次的《燈納》 今年的《燈納》有否看過? 《燈納》有否看過? 有否看過? 有否看過? 明年有否看過? 賣不賣? 但《燈納》好像收了四千萬 《燈納》有否看過? 對著《燈納》有否看過? 金雞也是 是否有些做香港人的感恩消息 是嗎? 為何中體雞不中體鴨呢? 不是,他看《金剛十二》會弄到賀射片 不是,他是賀射片來的,金雞也是 但金雞是跟香港的西方關係很重的 是,他是由第一部《金雞》 是用這個職業去講香港的發展史 金雞我沒有看過 不過我絕對覺得是賀射片 上次扮金雞,接著扮鴨 是一個賀射片 所以這次好像不太受落 好像一般般 所以我無權發言 好了,我們講了主題 第六個,他有一個項目 叫作者內在意圖 私人動機也 他是這樣寫的 以作者個人作出法 可能只是一些感觸的想法 或者想找一個獨特引發為一個概括 以個人為主,為目的只是為了一個對象 如向什麼什麼致敬 或想獻給某某某為創作恩入 這個很自私、很個別的情況 作者語在意圖 或者私人動機論 這個一定有 尤其是我做導演的 導演編劇 如果你作者論,你就去到這種 如果你作者沒有作者論的編劇 一般你就不會 你最多是一種 我們叫作放浪行業 不是放浪性行業 放浪行業 導演要什麼 可能是服務員要什麼 或者給多些東西給導演 甚至說 導演有時候 現在做資料方面 然後上路 上路 上路 周圍可以問到的東西 或者 以前我們 譬如做警察 你又要去 警署找資料 或者找商訟朋友 或者找DDRB 做醫生 拍醫生的戲 你又不明白醫生 你又要打電話去問 朋友找醫生 但是現在電腦發達了 你們省略了很多很多 但是拍這些所謂個人動機的東西的話 有很多種想法 一個起因跟你找人物一樣 你如果沒有故事 沒有人物的時候 你的私人動機是什麼 我去年 前面做過 心烈的指導 Menta OK 還有一個男生 那個男生 是福建人 他在令南讀書 不知道為什麼 申請到基金 入了鮮浪潮 我幫他做Menta 拍完之後 他又很慘 因為他拍的那個 剛才又放假 沒有人幫他 終於都千辛萬苦拍 拍完之後 我問一下 我發覺 他有一些 我們叫什麼 用心不量 他原來為了一個女友拍 剛才我問 女友當然是睡了 他當然是通過這個作品 證明他愛人多少 應該是這樣想的 但是 我為什麼當時覺得 他那個 其實Tashim OK 他其實用大陸 學生的角度去寫香港 他來香港 面對他所遇到的人 或者那個文化差異 其實這個點是好的 因為如果你們寫 你都不會有這個角度 除非你在外國留學 或者我寫回 我在北京大學 有一次有一個talk 我遇到一群香港學生 在小時候 他們當然開心 又不問 原來有這麼多人 在北京大學讀書 如果他們要拍的話 就是他用他的角度 拍香港學生 在北京大學的 如何和上學 如何和學生交通 如何來到這個新的地步 這個出發地步 絕對是一種動機 絕對是 不用想 OK 但是 我猜不到 他證明一些事情 給女友看的時候 那一刻 我就覺得 已別寫的東西 好像又不是那種東西 所以多了一點 有一點點靈體 當然他不明顯是對的 免得一刺就被人刺爆 所以這種動機 等於我剛剛想 我拍香港製造 我為什麼要拍 我當時說 我不拍 總之我要拍一個青少人片 當時的戲名都沒有 是有的 想一想 如果是這樣 因為我多年的經驗 多了一點點 直接橫切也好 側捨也好 我就會比較 想一些 叫做 說得不好聽 先說 如何令到 有些影像可以怎樣拍 我譬如說 這些多了一點點計算 總之我當 把香港的所有的屋邨 放在香港所有的屋邨 和我拍所有的屋邨 用一部電影包 所有的屋邨 因為屋邨的建築結構 是很 在全世界 都算是特殊 特殊的一種 culture 有了這個點 有了這個點 咦 好香港 不如香港製造 一想到香港製造 這個戲名 有時戲名是可以事後想的 未必是之前想的 一想完這個 香港製造之後 整件事就大了 哇 香港製造 這些文字上的東西 你不要小看 它真的有影響你的激素 它真的有影響 你想想香港製造 咦 這件事大了 一大了 哇 這個絕對是青春茶好物語 但青春茶好物語 都可以拍得很好看 你綜合 世界各地的青春電影 即是悲傷的電影 有很多真的拍得很好看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動機的起源 所有東西好像很獨立 但是其實 所有東西都可以拉在一起 這個很奇怪 你對這個 如果一般我們談 一個戲 怎麼會分析到 拉這麼多東西 怎麼出來 什麼人物提倡 我們不會 大問題就是 其實是必須知道這個結構的 一定會知道的 所以那個出發點 是 計算 有時候我們經常說 計算多就是不好 其實不是 你沒有計算 你就不清晰地 知道你想做什麼 因為 現在很多導演 那個編劇的 編劇的 編劇是否去到作者論 很難去量 除非你自己 因為現在的世事不同了 譬如你們 我不知道 你們可能有些勁友 在那裡 不聲不聲 寫一些勁的東西 很奇怪 現在你寫勁的東西出來 一定有機會做得更多 比以前走得更快 很多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自己 有些人 譬如說 我不會跟你們學 總之我要創造一個很厲害的劇本 然後你在那裡賣頭 寫 寫得好 是有人過來做 以前我們不同 以前 所以 你不想依附導演的話 你自己做 因為導演和編劇 這個位 這兩個關係 在我們戲行 經常喊家 尤其是過去 人家罵過 導演和編劇 寫得不好 其實我作為導演 我是作為編劇 我覺得 怎樣不好 導演一定要扶著人責任 不應該把責任 不退去編劇 最近阿關和編劇 都跟我說 為何要自己寫 自己寫 自己寫 那些 觀點很窄 阿關和編劇 你會發覺 我的戲很窄 我會回頭 其實 當然 如果你遇到一個好的劇本 因為他們以前都是 幽剛健 很窄 很厲害的人 幫他寫 對 對 對 不對 那一集很厲害 即是 你一說 哪裏不行 或者差什麼 他會幫你馬上調 現在你們這麼亂 那怎麼明白 不明白的話 你更加不可能 幫他改良 所以呢 編劇 這個位置 無論你的出發點 是個人 很行動的 我覺得 多多少少的計算是難免的 真的難免的 譬如 呃 我講一下紅人 紅人 當時的畫 一定是沒有計算 總之 監製給大家 幫我拍一張 拍一張 我看電影 就拍得過 然後 飛來拍 咦 我就贊了 你給我拍 我真的要計算 我都要想過 我怎麼拍 因為我不可以 當我是 某某導演這樣拍 我一定不可以 所以 這個動機 引致我 起碼激發我 如何將這件事 做到意別不同 當然 編劇那個位置 跟我 這個身份 因為我多了身份 所以你們 將來有機會 跟其他導演寫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我告訴你 有些導演都不知道自己用什麼 我已經很清楚用什麼 有很多導演說 不夠 好像欠一些東西 但當你寫這件事 冷靜下來 你就知道 什麼不夠 什麼不夠 這個通常都會看到 我可能看不到 因為劇好和不好 我可能看不到 所以 唉 不知道 別人都是這樣做 我就覺得 慢慢來 所以動機這個問題 很多時候 算數 一定走不掉 但當然 其實我的經驗就是 有時候 為什麼會 想到一件事 很簡單 上次第一課的時候 一個音樂家 一個音符就要出手 很漂亮的 旋律 一個建築 一個靈感 這個跟我們創作 原來是很相似的 以前我沒有做過 不知道 在認識他們之後 他們說錯誤的經驗 給我聽的時候 真的這樣來 所以 你說 我忘記了 榴槤飄飄 除了我要拍那些 那些 即是 《波蘭街王》的狀態之外 我怎樣也想起 榴槤 用榴槤 去 帶出 這個 男的關係的時候 其實 這個有個點 如果我沒有 世時的經驗 那個味道的經驗 可能就想不到 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生路的問題 但這個有個點 無可否認 當你想好了之後 他對戲劇的幫助 甚至拉上一個層次 是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通常我們寫了一個故事 剛才劇本之後 我們要攤動一下 爭什麼 咦 未夠 後電 未夠 高潮之後 未夠再 我爸爸 我很喜歡 《殺雷之筆》 這個東西 還有沒有《殺雷之筆》 經常在寫 還有沒有《殺雷之筆》 其實《殺雷之筆》 很多時候 每個人都想要 但你想要的時候 他永遠不會出現 這個跟你作對 我怕 有時候當然是現場的 寫到就最好 我記得我寫了 《殺雷之筆》 寫了一場墳場的時候 我只是寫去玩 但我記得是看了一張相片寫的 相片是甚麼呢 是很美的攝影集 那些小孩跑到墳場 他跟那件事沒有關係 如果墳場按道理 他在一個悲傷的地方 一個死人嵌漏 和死亡有關係 但當小孩跑到墳場上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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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 那件事 多多少叫筆記 或者叫 少年筆之 瘦之味 類似這種說法 所以 我寫這場戲的時候 是有感覺的 我寫的時候 我都覺得感動 但 我都留下了一件事 甚麼是瘦之筆 就是最後 我拍一下 回到那裡 我拍不完 第二天拍的時候 不行 我要跳上墳場 如果你在那裡 走來走去 走去 不知是遲去 游 交入 做這個墳場 多新鮮 沒有人理你 但是 我踩上墳墓 這個墳墓 也是WhatsApp 你知道我們香港的墳墓結構 有這個墳墓 我覺得 有了這個點 整件事 這班年輕人 就更加 不知死 講得好聽的人 你可以叫做最前 對生理不尊重 講義多年 就是生鬼 總之你要展示到 這些年輕人 目中無人 這就是青春 有了這個點 這個視頻 整件事 你已經 嘩 很棒 我拍 拍來拍去 剪在一起 就是這樣 人家看出來覺得 你淺大的青春 淺大的心 但是 大吹嗎 青春就是這樣 我想 我向你負責 這些 你同的主題 就很有勁 很賴上那個 那些 青春味道 就很出來 所以這些 是要 現場 很 我記得 我在日本旅行 我寫劇的時候 我看到電視上有一個新聞 就是剛剛在學校 班上有人死 自殺 他的新聞片 當然是報道 他在課收錄下是沒有人的 但是死者的位置 真的有一個花 插在花中 很明顯就是 這個人自殺 我看了這個新聞片 我馬上寫到那場戲 就是Sam Lee 去到學校找的時候 就有Except的鏡頭 是有的 這個你說我抄襲 我也敢說 但是你沒有啟發 如果不然我不知道 或者我還沒想到 如果就這樣拍 你又怎麼知道他的位置在哪裏 就是如果沒有這個 這個Visual 這個 那你便 噢 Same Lee 來這裡 最多加個對白 阿Sir 那女生 坐哪個位 坐哪個位 好 是那個 他可能是 多了些東西 你不需要 那個花很靚 那個Visual 就很靚 代表到這個女生已經失去 還有這個位置是他坐的 是吧 所以這些 你會很有這種 觀察力才行 往往 這種觀察力當然是 令到 我們叫做小節 就是很細緻 很細緻的東西 往往是 認為人們最好看的東西 我很多 我派香港製造太多神慮之筆 那些神慮之筆不是我想想的 即正是 嘩 還有一場很厲害的 又是墳場 我上上有講過 拍拍下 第一下大雨 你知道我還有幾個人 春天就搬上兵仔 等 等 等 那些 雨庭 那時候 夏天春的雨季 好了 買了麥當勞 吃了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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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雨庭 出去了 什麼事發生 滿山都沒有 因為那些地氣 每天一撞那些雨 撞在地上 然後升上 嘩 漂亮 那個墳場漂亮 都這樣 立即拍了 第一下 導演不練戲 我們之前拍的陽光 普照 什麼雲都沒有 先拍了 沒有力了 總之站在那裡 那拍什麼呢 阿San 你跟他打劇論 跟那個女生 站在墳墓上打劇論 多麼不尊重生靈 但是青春還是那麼多 哈 沒有力了 拍完之後 回到那裡 你撿在一起 戲得好看 觀眾不會挑釁 你不連戲 其實是不連戲 但是那個當作是一個影像 去講這段故事 或者講這個 moment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那個影像已經是 變成另一個影像的故事 所以這些時候 其實你不要理 先嚇到他 反而怎麼用呢 這個就是神力之不 的地方 很多的 很多的 拍到我自己的 好 OK 那麼 那麼 以個人 作者個人出色 可能是一種感觸想法 他說這個話 我覺得小了 這幾個 就是 窄了 那個導演本身是窄了 但是編劇本身有夢呢 我不知道 因為有很多時候 我們的啟發 往往是真的有很多無謂的引發點 創作為這麼簡單 所以我剛才說 音樂或者建宿 都是這樣的意思 他往往很簡單的東西 我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說給你聽 呃 是否那次呢 是我怎樣拍呢 其實我是去拍流言飄飄的時候 想到的 因為我拍流言飄飄在大陸 有一次呢 就去 大陸 在哪裏 拍拍 一下 就在廁所 一進廁所 廁所 廁所很大 嘩 要付錢的 為什麼要付錢呢 總是一盒子 給兩塊 一盒子兩塊 一盒子兩塊 一盒子 嗯 我為什麼現在被我打到膠術呢 我原來呢 他說 滅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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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沒那麼臭 嘩 我也想到 是嗎 香蕉膠 是可以滅臭的 不是 那 我就在想到 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是由騎尼開始 騎尼的意思就是 跟我們生活一定有些出入 或者有些怪的 一大陸去廁所大家都明白 我記得有一次我去上海看電影 我跟那個導演 尿急 哇 不知道在那個 什麼地方 我忘記了 我看到那個公司 哇 很開心的衝下去 一衝下去 就知道男生一進去就要拔了 一進去 等等 你猜什麼事 裡面二十隻眼睛看著你 全部都蹲在那裡 而且那個公司是沒有 沒有門的 沒有遮 沒有掩 全部都拔著看著你 有二十個 我告訴你 嘩 你看到這個場景你還不走 所以在大陸 拍《人民公廁》 是我總結了這幾年的經驗之後 我就量了劇本 但是我告訴你 拍到我死了 那個劇本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沒有寫 是寫在韓國的拍 為什麼呢 因為拍廁所是臭到煙 真的不拍 那樣東西太刺激 錯了 這個出發點是絕對錯的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時候看很多電影 都有某個情節在廁所裡發生 有時候同性戀 是說得多 或者是吵架 或者是追殺片 一定有廁所的一場 當然 人很奇怪 這個和我們生活這麼 close 的事情 反而變成一個反派 很多人 很多人討厭他 這個都是大家都猜不到的 但問題是我們每天抓到 所以那部電影拍攝的時候 我拍攝一路改竅 不過真的不行 那樣東西說就可以 即是拍攝不行 那樣改一改一下 說得很厲害 追尋生命的 即是 即是 主題又不同 很遠大 主題變成了什麼 當時這個電影首映 在沙士那裡 在達月牙 在彭佛中心首映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上台做Presentation的時候 留下所有人的大字效盛 看我過去的 挺有應景的 不是冤到臭 是沙士 不是臭到冤 所以很有應景 那一年 當年那部電影改了什麼 改了去找神醫治理cancer 但是 那部電影的主題 完全是瘋覆了 你們有空 可以搜尋一下 那部電影 是很奇怪的 但那部電影 某人都稱讚 你只是indy 只能說indy可以這樣拍 你不可能拍過這樣的電影 這就是indy的好處 但是這個入閣點 令到我覺得 不是每樣都可以拍 但是當然那個基金 那個資金 不是我自己出 我夠膽死有人拍 我就拍 虧又不是我 那部電影是虧的 唯一一部 我拍那麼多電影 是半一部電影 是韓國人投資的 而且那時候 是要說 一定要用Digital 那時候還有兩個CCD 那些影片拍 這部也有三個 西西就是用這部機拍出來的 你們看一下 很漂亮的 不覺得有問題 所以我想一下 電影都可以用這部機拍 因為這個有Auto Focus 電影是沒有的 每樣都要找朋友去做 我覺得拍攝寫詞 絕對這部可以拍 你看出來有沒有事 是不是 這個 這個不看不出來 很漂亮啊 我覺得 騙到人 現在看戲 因為你們已經陪了電腦 成長一天 看這部屏幕 都習慣了 你什麼叫菲林質感 你會不會懂 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今天你們要做到 拍短片就好 你絕對可以 利用這次機會 寫短片 覺得有趣 可以拍短片 其實是可以拍的 因為現在要多方面 只寫劇本 都不過癮 因為你編劇的位置 是很悲良的 這個過程 我告訴你 你要走多久 是多難處 尤其香港是很奇怪的 編劇這麼重要 反而編劇 受到非常不合理的代言 當然 因為 其實現在讀編劇的人 真的不少 但正式進入行 我告訴你 如果有200個 都不能進入五個 知道嗎 但當然 這群已經是在職人士 他們只不過是來的 好像你們這樣 一想了解一下 編劇是怎樣的 怎樣編 原來電影是怎樣 產生的 這些 真正去為入行做的人 絕對有少 好 OK 我講到今天不講 到你們去聊一下 沒有債 我可以這樣講 你之前沒有寫過動畫嗎 好像有人叫我寫過 最後是那一邊是日本的 他叫我拍 但當時 他有動畫 改變了 他不是 我忘了他叫我 是動畫 還是合身 我沒有 後來沒有拍 動畫就更加好拍 曾經 有過 但這種動畫 和紀錄片一樣 太花了時間 他怎麼會難寫過 真人 我曾經和麥兜那個 麥兜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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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人都有 他有一年 我也想拍一部卡 那個人 將 春天靠 靠靠靠 靠靠 一些演員去做 我們聊了幾個月 我記得 我是有機會差點拍 即是用他的卡通 靠靠靠靠靠靠靠 去拍一個 一年 都聊了半年的 頭尾都談到,但後來的預算是不行的 其實一山藍藏二虎是對的,因為他的東西都很主觀 我的東西我又很主觀 我想去改一些東西,他又未必讓你改 因為那個願作是他的 所以當時談一談,我覺得不行,我也是依附人 等於現在你叫我做什麼做什麼,我都覺得這樣的人 所以我後來都不做 好像後來的經驗 Kang的過程中就很多 譬如說,Kang的時候如何把人合作一起寫故事的時候 當時最好發揮就是春天花花的世界 即是那個幾鄉博人,適合我拍攝的 但是當這個創作不是百分百給我去主導的時候 那樣東西多多少少出來的話 我就覺得沒有我個人的樣子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經驗我跟你說 我和名俠幾有名的小傳作者 講劇本的時候都好 最後一本我一定要自己改 如果不是給我自己改 我是不會拍的 即是你多大就死 都假的 因為導演那個拍是我的 我不可以拿一個劇本 你說拍就拍,大哥,你也要過我這關 所以如果那個作者說不行 我一定要不改那個劇本 有很多的 有某某導演都是 因為岸西,岸西是不給人改劇本的 岸西是不給人改劇本的 也算沒什麼事 你比如說普通人都不會被改 是你要比他更厲害才會給你說 對的 你比他更厲害才會給你說 好嗎?還有什麼問題? 關於寫劇本另一個故事的節奏 因為我之前看過一些其他編劇 belki一會是如何分長 但是也不是遊戲最好 現在看到,很怕我沒有時間才說 有的,很流行的 有沒有取回 那起來很流行 非常流行的是什麼事? 比如以前 沒有 以前是賣給 1、2、3、4、5、6、7、8 口 work 我们以前很流行这样分离,一部电影我们当作90分钟 90分钟即是过半分钟,我们就说10分钟,10分钟,10分钟,10分钟 那就适合一部电影的长度,我们会画一个track 通常,现在这招其实也很好用,你不要画这招旧 第一本,通常会说开场,主角出场,第二,女主角出场,第三,第四,第五 大致上你自己的心算是很难画几分钟的,加上10分钟,就像上下 以前还有一招从后,好像古表那样,开始就不要紧,出场 小高潮,第三本就多一点,第四本就跌回来,第五本就起,主角出场 你低沉,那样的时候,他都要大脚本,一定是最高的 好了,OK,以前很流行这样画的 其实这个作用是可以的,为什么呢? 因为人写人生,写戏剧,戏人生,人生而戏剧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写一个人,你看传细片,写一个人多聪明不好,某些地方一定会被跌当 然后你又要怎样起,但如果你写实的人物片家有些起不了 那你是不是要老作起呢? 这个也有个数字,但通常看电影最危险呢? 永远是五六七,这个是奋斗位来的 因为通常呢,头十分钟未知你的故事要讲什么的时候 你一定是观众上去看的,慢慢看 好了,接着很有趣,何女会是这样的 第一本十分钟内呢? 你没有什么发生,看不到观众呢? 这个剧本一般都死了,不用认识给人 即等的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呢,我现在写的剧本也是 我写如何引导你留下来看 何女会是这样的? art house 和 indie 不需要认识这些 好了,写 所以这些所有位置是要计算出来的 很奇怪,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我都挤过人 他说到这里,我说,不如全部都这么高 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呢? 他不就好看 我以前都很脆,这样就挤了 对不对? 为什么? 但不是,他说戏剧,如果整部都高 扯着我看,就很辛苦 全部都低呢? 我看得没劲 我比妈妈更惨 所以,他某些程度上是必须有这种波浪 必须有这个过程 所以,他在看电影时,心和感受和主角一起合作 这个是所谓的几多分钟,几多分钟 那些是不完全的 你是写入过程中,你自己去调定那个节奏感 所以是有这个过程 那我们其实有没有机会说 说这种呢? 我们说大提也是说 那些人说这些也是说的 不是的,其实这些也包含这种位置 譬如你看看我第四个的标准 当顾美华出现 引起观众的 大大都有出现那个脚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电影 然后去到那边 然后去到那边 因为他不多了 所以要当三点 就是慢慢慢慢分出来 然后 哦 第二 五分钟出场 就是观众出场 OK 然后大大要出场 大大出场 其实就是少一人出场 那几个人出场之后 OK 这个已经达到目的 介绍了某个人出场 好了 戏剧冲突就在这些位置 出场之后 大家撕掉之后 接着有什么发生 如果你没什么发生的话 你没可能没什么发生 戏剧的推进 怎样都没有中生有 你怎样都找到这些东西 令到有的发生 没有发生的话 令到有东西发生 没有发生的话 所以 哦 发生之后 发生后 咦 当然是少一人都会认识这个人 认识了 好像在哪里看过 接着fresh back 他在行中见过这个女孩 但是他在報紙上看到這個女生死了 所以他的身份就令孫悠悠有所顧忌 他覺得很慘,他就送回對鞋去,你記不記得 你不記得那個名字,經證 但當這個女生說我要打四個 你打少人,打幾個,打什麼名字,打四個 通常打一個,打四個 那就休息了,就有事發生了 然後三男一女 三男一女,然後就 他,阿蕭英雄不知道,什麼事 他在打的時候發覺他不妥 他在報紙上看他死了 那這三個就是當晚露走這個女生 所以想起他,死了 這個女生不懷好,要過來報仇 然後他就很緊張,其中一個兒子是他的兒子 故事慢慢,其實就是一邊跟著你的吸引 令到你一邊不追 最重要的是,寫劇本要令到你不知有可觀性 你要令到你自己要抽離作為觀眾 我這樣看,追不追下去 你有什麼劇情令到我跟著你? 這些就是你要發展你的劇情上面的魅力 這些就是要寫的 即是不中生是另後的,不可能 因為戲劇,你長的戲劇,或者講人生的戲劇 或者個人專輯的劇 你用一般傳奇片,兩個小時也算是正常的 不算長,不算短,又不算長 但要講一生人,有多難寫 你如果用兩個小時講一生人 但我們不是… 譬如這部片 如果說,不如我們拍場面吧 糟了,場面真的不中生 這個故事的本質只有三十分鐘 我當這裡半個小時,這裡半個小時 這裡只有三十分鐘 這裡三十分鐘,三十分鐘,九十分鐘 這裡,我拍場面不知道怎麼做 餃子就可以了 餃子當時的第一時候是拍短片的 就是拍三十分鐘至四十分鐘 但我寫完之後,我問 不如我幫你拍一個長版 你真的不看 嘩? 我看長版 那我制我了 好 但結尾一定有不同 因為你看完長版和短版 如果結尾一樣 你將長版點至短版有什麼好看 所以是兩個不同版 你第一次找餃子看看 其實意思是一樣 但為什麼餃子會有90分鐘 你會覺得沒有問題呢 其實就是要看裡面的內容 原稿到其實是不夠的 但是可以寫到的 我便寫出和交分 這個呢 但當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 不過是現在提出來的 而呢 譬如說 我的三個馬丹佬 三男 男少一一一女 這個打 這個很關鍵的人物 這個人物是很關鍵的 因為他中間是為民除害的 但他是被動的 那主角便會主 這個算不算主 這個其實已經不算主 這個也是主角 好 顧美華這個闊體 這個闊體體呢 物體體呢 是一個叫做 一個解 某些程度上可以叫做解話人 如果你要把這個故事發展 那你要加多多東西 那怎樣加呢 這個要想的 這個要想的 這個 其實是可以的 我告訴你 不過 有時 就是短有短的好處 這件事呢 如果是這樣上下 欺負到好處 好看便可以了 如果 其實我餃子的長版都很好看 你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因為餃子 兩個女人的鬥法 那個 譬如 清華 初初進去不敢吃 生氣 到慢慢慢慢敢吃 感吃不知 還要越來越過分地要求吃 還要吃那些寶寶 最好就是 嘩 剛剛 沒有這麼老積的 例如 三四個月 那些 沒有成到七八個月 那些 已經成了疫 所以呢 這個 以現在這個 內容 其實如果要去到九分鐘 真的要加很多東西 但是 加完之後 我不知道好不好看 但是如果不我加 就一定不好看 因為我知道那個計算在哪裏 我知道 有什麼位 這樣 變成了 殺這三條 我一定是放在最後做的 不會說 是吧 除非 OK 第二本我就殺了 咦 怎麼做 那就棄完 咦 那些生有家庭 那些 兒女會不會出來報仇呢 哈哈 今晚你進來想 會不會去找回 找回 找回小鸚鸚呢 喂 你和鬼 和柳下 和柳下姑 你來什麼 嘩 你也是有事 如果我寫 我覺得可以 可以 因為我知道 還有一些 你可玩 多一點 我覺得 還有什麼問題 你們是否想喜歡這樣 還是喜歡 不過 是不是他不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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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他問得好 所以我可以寫給他聽 所謂節奏 所謂 這個方法 最近我又重用過一次 因為我最近聊了劇本 當然我這次聊劇本的過程 我在痛苦 因為我和大陸聊 聊到我 天天聊 聊了四個月 聊分場 我經常叫他不要聊 因為我喜歡寫的 有個故事給我 我就回去寫 到最後 搞不定 我也要用這種方法 才解決 搞不定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方法 你列出來 一二三四五六十八 你列到這裏 你知道 我當每一本十場 去到這裏就九十場 其實拍一部戲 如果過那一部戲 其實五十六十場都可以 但六十場的戲 基本上現在 是沒什麼理由的 因為現在觀眾 喜歡看 多一點 如果九十場 基本上 就算做 中上 一場戲 每場戲 不是長場都幾分鐘 你便計 一場一分鐘 十場 這裏十分鐘 有些可能 半分鐘 這裏 兩分鐘 這裏 四分鐘 我最近的影片 剪兩場戲 兩月半 剪出十分鐘 你死不死 這裏 那裏 一邊剪的時候 知道多了些 一邊剪片 剪片的時候 有些對白多的都 為什麼對白多呢 當時又控制不了 又 又是 又早知道沒有黑衣 有時候 你什麼都寫下去 誰知道 這裏 後來發覺多了 你都要剪 好嗎?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當然 劇本是這樣 你出了第一稿 然後第二稿 深化地研究 研究完 就 例如你發覺 什麼人不斷 什麼人不斷 再改 一邊改 通常 改劇本 都 都 都痛苦 現在我就是 改了 痛苦 好了 剩下一次 我們還有兩堂 好嗎? 下次講完 以下三個 看 三個話題 技巧 和觀眾 我們看看 好多時間 咦? 你們怎樣? 沒有人 可以交給你們看看 寫了沒有? 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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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寫了 其實你們 可以調整 這裏多一次給我 譬如我今天說 如果你的短篇 寫了分場好 譬如說 這個訓練 其實是好過 用小說的方法寫好 只寫一個分場 只寫一個故事大哥 當然 寫小說的形式 當然有些不同 因為 小說的形式 就是 某些 我不是應該說這些 其實你看那個人知道 你說很深不容 是嗎? 很容易看 很簡單 因為你說很多短篇 你有空去買一張書 看看吧 短篇 其實有些行 有些一般的 其實一般的 不是說他不好 是拍的時候 你覺得 因為我們拍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 你拍不拍得過 這個故事我要拍的 我的影像是甚麼呢? 還有我拍出來 是否吸入呢? 其實很多時候 不是說你有個故事就行 我都會說 我執行去拍的時候 我怎樣拍出 他那個神髓在哪裏 和好看話在哪裏 因為最重要是好看 好看和不好看 其實很容易分的 你看劇本 你看五場戲 都覺得 沒甚麼了道 你就沒有心機看 小說是一樣的 看小說有甚麼分別? 其實沒有分別的 你不好看 你就扔掉 你又不會拿回去 好啊 說甚麼? 有個問題 是 剛才說到 有個問題 有時候 要為一個劇情推進 你又要交代一下 可能你就會安排一些對話 看一些對白 其實除了為了推進 那樣東西之外 就沒有特別建議 如果越來越多 就很難過 例如 那個女生坐在哪裏 死了女生 那些 你見過 這些呢? 這些其實是 沒有的 因為你現在未去到 這麼成熟的時候 通常你不懂 利用其他東西去 代替這個處理 有時 譬如說 有些東西 是要通過對白去說的 交代的 很奇怪 譬如有些 不高深的 那些 你拍 你經常看電影 有兩個鏡頭在後面 對呀 他為甚麼這樣 那個人跳下來 為甚麼那麼高 跳下來呢? 這些叫低B的寫法 很多時候都看電影 主角不說話 當主角剛才跑過來 人群都說 有甚麼事 還沒問 兩個人就這樣說 他 是嗎? 為甚麼跳下來呢? 唉 這樣就低了 很多劇本這樣寫 但問題是 學劇 如果你的影像 這樣跳下來 已經在世上 其實不需要交代 你又知道甚麼事 當然 你又怕死觀眾 不知道 有時我們都很煩這些錯 這麼多年經驗 我們都很害怕 咦? 我們都會想 觀眾 怎知道 怎知道 其實一日未有影像 那時候 你寫的時候 你不知道影像如何處理 如果主角進來 看到屍體在路中間 一群人圍著 我真的見過屍體 在詹拉隊 海城 海里中心 跑過 真的有人跳過 然後 我又八卦在看 很多人上去 等 沒有的 你明明知道 他在上面跳下來 但我未知道 第幾樓 未知道第幾樓 如果你說 我要交代第幾樓 而這個第幾樓 和電影中 某些程度可能有關 那你要不要想 我要記憶 這個 例如八樓 糟了 我又住八樓 和主角本身 會不會是我的那層 這些有關 你一定要千方百計地 寫出來 講出來 不過問題 是否剛剛那個CANV 這樣講呢 老老實實 這就是 你看用甚麼方法 這就是 沒有一個定死的 但是 沒有那麼低 對不對 剛剛的人說 一定低 你知道八樓 那就是你親眼看見 可以進去 除了他 親眼看見 現在二、三、四 那另一種 不用的 一看上去 有個玻璃爛了 你現在鎖到一隻八樓 這種就直接 接天 對不對 你衝出來 你開那個窗 或者撞冷那個玻璃 你都有一個 有一個印記在那裡 所以 有些事情 如果那幾多樓 和這個人沒有甚麼關係 你不需要 那幾多樓的問題 所以這些事情 可能對白有時候 很多時候 新社是為了交代 交代而交代 其實交代而交代 是最低的 所以 要寫到高招 就是 你說 我又好像不是交代 但是我寫到一個項目 這個要用劇本來解釋 才行 下圖 在甚麼劇本來解釋 不如 我們演講一些戲 你有看過 最近甚麼戲 覺得很反駁 或者點點點 可以拿出來講 最後有甚麼好戲 看甚麼戲 是甚麼好戲 最近有甚麼戲 看 沒有啦 我昨天沒有看戲 我昨天看了一個很舊的 機器 那是說美國居下延長的案 是用 叫Elephant Elephant 好看 Elephant Elephant 當年拿了康城大獎 Elephant Elephant 好看 Elephant 夠吉士 你不覺得同一般主流戲不同嗎 因為他用了很多 去拍那些 即是年輕人 其實那個角色有交陣 然後他拍很多 他跟著那些輕人版 這個很導演 因為其實很導演 他有客觀變主觀很多位 Elephant 是好戲人 那個是好戲 那是好戲 但當然我都忘了 是怎樣 知道 那個是充憑案的一種 對 這些大家都知道 起碼你 為甚麼這麼寫 當然那個是導演本身很多東西 因為他都是自己寫的 好像那 好像自己寫 聽到的戲 看人的戲為甚麼這麼寫 其實 有沒有看古墓 古動真無或真愛 有沒有人看 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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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墓墓 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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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英俊的 英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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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很厉害,他就不懂,但他有更厉害,要求这么高,又打他又成功 这两个人的冲突过瘾,加上他的节奏也好看 然后你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过程,不是Cat-A-Fair做的,不是稳定做的,真是会打的 那他就都很肯定了,所有东西就说服力就很足够了,只要看表演上也很棒 他有空买个碟牌,古动真舞,古动真舞,古动是一两个月比较好看的,是好看的 但是你觉得有时候我们看一部戏之后,你现在多了个身份,当你是一个编剧 如果这个戏被我这么写,我怎么写呢?有时候也要想一些无谓的东西 因为编剧的功能最终的效果是要想无谓的东西 就是要多些幻想,多些想一些 比如我们有时候写过剧本之后,我们觉得男子的未够颠覆 或未够颠覆,现在近年比较流行的东西 就是语气了,即是未够尽 就是未够尽,因为弱样的语气的冲突就要够尽 好看的,古动真舞的教练就去尽 但是那个年轻又尽,你不让我偏要来,死和你顶 你不让我,我就要霸个位置,我比较劲 所以两者知道一劲就有戏剧场出现了 所以你们有时候看这些戏,就不要当观众看完,就算你要分析 所以有个人访解给你留一点的,为什么要这样写 一定是因为某些原因他这样加强 但电影永远说没得去,是有得去 不够的话一定想到够,一定有些位置被你舍入或者加强 所以Elephant当年,他的拍处理拍得好 如果这些电影主流拍,就不是这样拍 他不是主流拍,他也是Elephant这个导演 因为我期待了很久的那场场面,最后Lars 就是10分钟,而且是 那个不重要,他研究,他现在想表达的不是那一场 那一场戏一定会出去拍 Elephant或Elephant的好处 他那场冲击我,已经这么有名,他不需要重复拍一次 他就讲他背后的故事 这个人怎样来,怎样会移到这样 他一定是研究这些的 所以当然不是完全不拍的 如果他处理好那场戏呢 如果他呢 如果一场戏呢 比方说,如果他就像一个镜头 那样拍,也可以很好看 那我不需要任何剪接 所以,有些处理,很多时候令你觉得 哈哈,这么有薑 很薄 这个是导演的东西 其实是编剧的 当你们可能上下就说 导演 我就要你这样拍 其实你要说这句话 写这句话吧 你自己做的东西 你不用听 好吗 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 还有什么问题 不就散开了 谢谢 交不来 吴架子 写月 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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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